整頂人用這種態度在表演 沒有啦 那就已經過了嘛 過了你沒有講的時候 大家都還記得這項事情也忘記了 沒關係啦 所以為什麼特徵組要開個記者會 扁案年底要查出來 這個就不用 那時候就標示特徵組的成立 裡面的成員就是 那就不要叫特徵組 沒有 你會叫他成什麼樣子 半扁組 扁半組啊 但是那時候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種特徵組這樣的調查方法 換個是沒辦法接受的 你已經違背 還不是這個喔 他又表演一套舞台劇喔 把彈水扁手扣起來的時候 還在那裡表演喔 那不但是說你無獨立 你又用這種來無聊一個人間 那時候都還沒心伴耶 是 對 過去很多朋友戲稱 特徵組叫做扁增組 就專門扮了阿扁的啦 最近他又多了一個外號啦 因為現在又起訴李頂輝嘛 所以現在叫綠增組啦 專門扮綠色的啦 這個就很清楚了嘛 剛才我們看VCR那個檢查官 那一群檢查官包括 特徵組的發言人 現在都不在特徵組的 所以弘以不是人的問題 不是人的問題 你說好 剛剛那一群人 所謂的特徵一般 他們對陳水扁 不管有什麼樣根深蒂固的恨意也好 要扮成兵也好 你已經扮成了 但是現在已經第三倍了 那為什麼還是扮綠不扮藍 你告訴我 所以我說不是人的問題 是 是這個制度 還有 什麼制度 是不是國家制度啊 是還有一支我們看不見的黑手 成呂特徵組裡面 你說這個國法院案 國法院案得標是原力建設 大家記得嗎 兩親控備你總統選舉進行 原力建設有在報紙下抗公告嗎 抗什麼 馬英九你要說話算話 那請問馬英九你說了什麼話 原力建設在總統投票前 敢登頭版的廣告 我們知道 我們一般人說民不與官鬥嘛 對不對 原力敢登頭版的廣告說 馬英九你要說話算話 請問馬英九你說了什麼話 我如果是檢察官 特徵組的檢察官 我早就去查了 因為這中間一看就知道 顯然有蹊蹺嘛 就把原力建設找來嘛 對嘛 馬英九說了什麼話 對 這個就很簡單的道理 這顯然有蹊蹺嘛 你看他在起訴李登輝 會或者叫原力建設咬馬英九 也可以啊 要不然我就收押你嘛 就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你想想看 特徵組在起訴李登輝的時候 因為看到蘇智誠臉色凝重 就以為李登輝有貪污 對 那原力建設北爪少爺你抗公告 你特徵組以你的標準 應該以為馬英九有貪污 你應該去跟馬英九 把原力建設的老闆叫來問 跟馬英九叫來問嘛 結果通通都沒有 當時查山中安檢察官 叫做 我認為叫做沈明倫 特徵組第一批的 第一級的 現在人家調去哪裡了 那請問 山中安有繼續查嗎 原力建設 這個國法院案有繼續查嗎 你不要因為 你不要跟我說 他是總統沒辦法查 陳瑞仁查國務集合費 那旁邊是不是總統 是喔 教雄起手 他是起手 吳淑貞 但這邊的部分 陳瑞仁又在不下 因為總統受這個刑事豁明權保護 代謝任後再行追訴 那特徵組 你現在如果查山中查國法院案 假設 查出來跟馬英九有關 你也可以把陳瑞仁那一段抄來就好 這個馬總統這個謝任後再追訴 代謝任後再追訴 就抄陳瑞仁那一段就可以了 前面有飯本給你抄 不是做不到是可以做的 大家不要忘記了 剛才看國法院四年了 國法院國民黨不會原理建設多少 四十三 四十三英 對 最後是寶寫 國法院那塊土地開發多少錢 兩百億 三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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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億真的是原理建設壇的嗎 這我們就不知道 不知道喔 好 來 我們再看一個案 這是2007年5月的聯合報 民進黨主席游錫棍去年十一月 所以他是幾年 2007年寫的新聞去年去告 所以是2006年嘛 2006年的十一月底 向高檢署提出告發 指控國民黨三中案 那麼這個新台幣一百五十二億 卻以四十幾億賣給中國時報等等 這樣這個特徵組也辦 我想請問這樣這個幾年 要五年了嗎 五年了 為什麼這個事情不開個記者會說 年底辦不出來我們全體下台 這個已經構成洗錢的嫌疑 弘以 這些檢察官開記者會是跟誰表忠 是在跟馬英九表忠 檢察官辦案哪有開記者會說 我們辦不出來要下台的 檢察官不是不能這樣子 我旁邊就有一個律師 不是證據到哪裡辦到哪裡嗎 否則才會有所謂 叫說偽證這種事情出來 弘以 檢察官在表中 今天檢察總長也是在表中 他說告政治人物 起訴政治人物就是政治追殺 不是啊 黃世民你要講清楚 你手上 你從檢察長 你從澎湖到現在 你告過哪一個 起訴過哪一個犯例的政治人物 泛藍的政治人物 我更正一下 泛藍的政治人物 特徵組從成立到現在 弘以我真的希望你找一下資料 特徵組從成立到現在 辦過哪一個泛藍的政治人物 泛藍的大人物 弘以你講三中案對不對 國發院案對不對 這跟蠻有關係 民進黨還檢舉什麼呢 檢舉富邦 檢舉富邦銀行 余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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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弘以我要再講的是說 民進黨特別費那時候 也檢舉了多少泛藍政治人物 弘以都不查 一直到怎樣 一直到前陣子出罪的話 什麼事都沒有 我一直說 黃總長 你明天就出來開記者會說 我任內辦了什麼泛藍的政治人物 特徵組成立到現在 辦了什麼泛藍大人物 弘以他說 難道司法只能起訴小老百姓嗎 黃總長怎麼對付小老百姓 我們是很清楚 弘以澎湖 兩個小護士 他要對付這些人是怎樣 我是看得很清楚 可是我要問黃總長 你明天出來開記者會 你辦了哪些泛藍大政治人物 弘以 沒有 今天這些不是政治人物 今天是退休的總統 下台的總統 馬英九在他的拳帶會裡面 哇 陳水扁已經關在牢裡面 全場翻身雷動 我覺得馬總你應該加碼 不只陳水扁關在裡面 還有一個更大 還有一個李登輝已經在起訴了 弘以我乾脆放鞭炮 放煙火好了 馬英九當天就當選 弘以一個總統造勢的時候說 你看我把前總統關在裡面 全場翻身雷動 我覺得黃總長陳總長 你們實在是大功一箭 我覺得馬總統你真的應該講 現在有一個卸任總統又被起訴 弘以活著的總統只剩下兩個 一個關在牢裡面一個被起訴 馬總統厲不厲害 我覺得這應該當政績 謝謝 許老師 中國時報訪問了特徵組的檢察總長 那個黃世民檢察總長 檢察總長說 陳水扁壓了八年 再不掀開是妝容作啞 OK 這個標準也OK 那請問 我們剛剛講 山中翰壓幾年 四年半 快五年了吧 四年半 國發院壓幾年 四年 那為什麼妝容作啞呢 阿扁壓的 他也是阿扁壓的 對啊 為什麼 2006年你們綠子證 為什麼李正輝 這個偵訊一個月以後就起訴 這個是僅15年了不辦 是啊 沒啦 你也阿扁壓的 反正什麼都推給前朝 你沒看什麼米酒 什麼有的沒有的 今天不要講那麼多 包括那些治安不好 都很發病 不好意思 徐律師你要補充 我知道 等一下我們會再回來討論 我覺得台灣要好 就是藍跟綠都可能有貪污 都要辦 今天是什麼樣的特徵組 是才拆除這種態度 等一下我們會討論 那麼到現在 我們開放給大家語音投票 現在節目進行了十幾分鐘 90歲的李登輝被起訴 認為是司法改革的154通 認為說這個是沒有人性 已經接近2萬通 群情激憤 為什麼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